一安巅峰赛被打成2-8 同队还有北京微博暖阳 选英雄环节四楼想攻本打野 让暖阳让位置 当然暖阳好讲话 自然也是帮他抢了 一安这局就是选的关羽 看看上一局的战绩 5-0还不错 谁曾想这一局还能被打成0-5 选完英雄 双方阵容如上 暖阳补位辅助 马可也是个职业 只是不知道是谁 对面花木兰是主播骚艺 这一局三个职业还能打输 到底什么情况 进入游戏 队友抢完中线 就去对面野区搞事情 还被对面追着打 这个时候 一安过去踩一脚 嬴政拿到一血 但是随后 残血的攻本大概还想蹭波线 被苏裂闪现开刀 我这个皮被苏裂蹭血了 不然这都是我的 哎我操 一分四十 花木兰清完兵线升到四级 一安看着他往下走 出去吃线 花木兰又突然现身 即使一安走到塔里 也不安全 花木兰后面还有两个队友 两分半 这两个正面对抗 互相拉扯 谁也奈何不了谁 一安回家补满血 看到野区沦陷 于是快马家鞭过去 劈了一刀 就再也没能出来 四分钟 一安来下路 给了公孙黎一刀 瞬间被公孙黎点了半管血 然后躲进草里 等待一个机会 等到苏裂上去开 一个大招打断苏裂大招 六分多钟 一安准备去下路清线 突然从草里出来个嫦娥 七分半 一安和公孙黎单挑 玩的就是心眼 随后队友发话了 关于你发育 经济太低了 我先补钱了 一直在跑自己 结果 这话刚说话 发现公孙黎了 这是要找回面子 但是追得太深了 又没了 九分多钟 一安终于开张了 一刀劈死尽 随后又一个旋风 展收下苏裂 两个人头到手 十二分钟 对面反蓝 一安还想抢一下 这一脚下去 可就没有回头路了 完了 不能踩 一踩就被撑了 十三分半 对面压到高地 这边准备应战 输死一搏 最后被团灭 我准备了 我准备了 再准备了 再准备了 我准备了 再准备了 这个营证急了 不急这波 说不定就翻了 再准备了 这营证最后一波急了 我还准备了 哇操 我这什么战绩啊 可能我去切进了 小鸟 啊 啊 痛 现在小鸟的 到你妈妈 我切进 牙子跟我切进 这辈子没有 这么惨 就这样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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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